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顺不顺 为什么能写那么长是因为有哪些配搏 哪些花招 哪些武器 好 我们先念一遍 这个句子 再看看你们看得懂 我们来破解一下 当然这是我12个YouTube频道 可以的话麻烦你12个频道都按订阅 以示肯定 有时候比较难的长距破解 经典演说 知识文 知识阅读 这三个比较难 特殊文法对你的英文的程度 对你方方面面 跟文法有关的 但是它又不是一般 所以叫特殊文法 看了就知道这些都帮助比较大 好 我们看它的武器什么呢 红色的是它关键词 它用两个连接词 然后呢 它居然有三个动词 而且都是主要的动词 跟一个子句的动词 次要的动词 那这个橘色什么呢 橘色这一般人搞不清楚 这一也是动词 它不是动词 二是动词 它不是动词 它是主动词 它不是B动词吗 那B动词自己独立的时候 就B动词 就一般的动词 B动词也是动词 可是它后面有跟其他动词的时候 它就变助动词 这个有些人就不知道 所以呢 你看 它第一个呢 是用一个 连接词它有两种 两大类 当然有文法学家 可以给你分成三种四种 所以不一定 所以我们就是 就不要气量太狭小 不要说 哎呀你说这个连接词是两种 人家说三种四种 他比你厉害 他跟你不一样 哎呀这个词性 他讲法跟你不一样 他是老外 这是一本书上写的比你权威 有的时候是没错了 是这样子 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子 大家的讲法都不一样嘛 对 你说这道菜做法 搞不好有三种做法 这个大厨师这个做法 另外一个大厨师那个做法 所以很多事情 因为文法它没有一定的规则 它只是归纳出来 八个人去写文法书 如果互相没有交通有误 没有互相讨论业证 搞不好写个八套 八种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对 对语言的理解不同嘛 他去分类 有人可以分出三大类 有人分成八大类 有人只有分成两大类 不一定 所以我们大气一点 就是有的时候 程度还不是很好 所以就会说 哎呀你看 他跟你不一样 程度真好 那很正常啊 很正常啊 爸爸妈妈意见还会不一样呢 管教小孩意见还会不一样呢 牙齿还会互相咬到呢 怎么你看两个医生 三个医生 医生小马不一样 你去看 你去打官司 一省二省还不一样呢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他这叫 重属连接一般啊 叫重属连接 是他只能接指去 像weather这种 那and叫做 对等 或者等位 同等啊 这个看你名词怎么叫 你不要说 哎呀不对啊 你叫 那个 对等连接词啊 我看一本文法书 他叫等位连接词 跟你不一样啊 你讲错了 这翻译嘛 随便你翻嘛 你说同等连接词也可以啊 相同连接词随便你翻嘛 因为他主要是英文嘛 英文不要讲错就可以啊 这叫 等位连接词或对等连接词 他可以接主句 也可以接指句 也可以接两个单字 动词啊 动词名词都可以 所以这个包山包海啊 所以呢 这个weather 他的 后面接个 直句 直句要动词就用born 但是为什么不是is呢 因为is也是动词 born也是动词 那为什么born比较大呢 因为我们看他主要的意思 因为在那边is is没什么意思啊 就是孩子生下来 这个is是辅助他一下 真的意思是born生下来 他是被动词 因为小孩子被生嘛 他不会自己生下来嘛 被妈妈生嘛 最后的动词是born 那is不能有两个动词啊 在没有连接词情况之下 不能有两个动词啊 所以他变自动退位 成助动词 然后真正动词从这边开始 主词在这DHEY 代名词 代名词也可以是主词啊 啊 名词主词或者片语 名词片语 一个字也可以是主词 一堆字也可以是主词 然后他们往上看 好往上看这个动词啊 那 为什么加一个up 这叫动词片语 动词当然一个字就可以意思啦 可是他常常 look就是看 可是他可以 look down 往下看啊 look看往上看啊 look side 往旁边看啊 look inside 往自己去看啊 look outward 往外看啊 随便你啊 随便你啊 所以叫动词片语啊 可是 那怎么后面又跑一个动词出来 这个 我们也把它标起来 这个也把它标起来 所以英文里面标点符号像 最标准是那个分号啊 分号它有这个连接词的功能 甚至有时候逗号有连接词 就有点像and 它就省略掉 后面这个and是标准 一个逗号一个啊 那标每个都and啊 这个看起来很枯燥 以及 you feel 最后来一个 对等连接是and 这边又来了 真正动词infuse 所以你看这个前面动词 指句的是用黑色标出来 这个是主句的用 用绿色标出来 前面啊 还是一样退位成 b动词退位成 朱动词 所以朱动词不只是什么 shall will may might 这些 b动词也可以变朱动词啊 所以他变三个主要动词 我们先看他的意思 这是川普啊 川普就职演说 他说不管whether 不管这个 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以后呢 他是生在urban 就是一个都市 都市都市的形容词 spot就是一片土地延伸啊 就是底特旅啊 他是属于市区啊 市区一段那个就是 生在都市 都市的意思 spot就是 这个都市里面延伸一块地的意思 就是大底特利地区的意思 底特地市区一大块嘛 他不会是一小块地嘛 或者or 这个or也是连接词 就没有标出来 因为他没有连到动词 就不标出来 他也是 他也是连接词 and or 或者是呢 windswept 这个风吹过的平原 内布拉斯加就是乡村嘛 乡下嘛 意思就是说 不管小孩子你身在城市身在乡下 那就写完了 可是他的文档啊 这个也 我看也不是川普写的啊 他可能把意思啊 或者写一部分啊 要有文档去把他认识嘛 或者根据他意思写嘛 就是你说小孩子身在都市 或身在乡下 就好了 不是他一定要弄啊 这个以底特律为利益啊 身在底特律一片这个 失去的土地上啊 或者是身在乡下的 以内布拉斯加为利益啊 这个风吹过的平原啊 就是表示我文笔好啊 你看你们一半只能写 身在这个城市或乡下 你看我就可以写出 这么漂亮的句子啊 不管身在哪里啊 这些生出来的小孩子 当你慢慢长大啊 能看 他们看 看的是同一片 晚上的天空 不分啊 就是说因为身在城市里面 可能经济啊 环境啊 各方都好一点啊 乡下比较那个 环境差点 一般的一般来讲 这样子啊 可是他们看的 心通是同样的 不敢去区分他们 那 they feel that 他们充满他们的心里 也是 他们也做着同样的梦 你看做同样的梦 做同样的梦就好啊 他一定要写个 他们充实他们的心 用同样的梦 表示我的文笔好啊 infuse也是充满的意思啊 他充满了这个breath infuse本来是吸进去的 吸进去的意思啊 吸进去 吸进去 肺就充满了 吸进去是同样的空气 breath of light 不是空气 生命 生命的气息 哎哎 所以他这个文档 这个大概是英文系毕业的 英国文学系毕业的 就是很会写这些 这川普写不出来了 我相信这不是川普写的 川普是有话直说啊 但他艺术天分没那么高 这个写不出来 我认为了 其实他们是 他们呼吸的是同样的 生命 然后breath 是由谁赋予呢 这个同一个 almighty万能的造物主 creator是造物主 可是他造出来的东西呢 叫creature 那个就不念creature 所以造物主是 第二个音节creator 但是 他造出来的生物叫creature 就不叫creature 那动词也是第二个音节 create 这样的意思就是大家不要去分 不要去分 有钱没钱 都市乡下 看的都是同一个星空 做的都同样的梦 然后都是上帝的子民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这样了解意思 我们就可以更加了解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找主词动词 结果在这边 反正一看到whether 一看到what 这些字呢 它就假的 子句就假的 假的是我讲的 就是次要的 所以一定要一开始 没有那些东西 没有那个东东 没有whether when where 这些东西 who 这个东西 所以它动词跑到第二段 所以它这边用个标点的话 表示我前面讲完了 前面子句讲完了 怎样开始 好戏上场 好戏上场 才承认主词跟动词 可是我 我讲的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我要用 第二个 第二个主句 英文可以有很多个子句 也可以有很多个主句 但是 一般只知道说 子句可以很多 那主句也很多 怎么可以两个动 三个动 当然可以啊 对等连接词嘛 不只是这个and orbat 也可以用标点符号 分号 破折号 这个等等 破折号是两杠 一杠叫hyphen 叫连字号 连字号 连字号也是有那功能 所以就不要小看 这个英文标点符号 用两个 再用and 三个 变三个主句 那当然它也可以变四个主句 五个主句 所以句子可以变长啊 你看光是主句用连接词 对等连接词 可以接一堆主句啊 再加上杠上开花 这个 用那个 重属连接词啊 又可以接一堆主句啊 不一堆子句啊 然后另外还可以用插入法 插一大堆的这个 用标点符号 逗号去插 或者用那个 接系词片语去插 或者用分词片语去插 接系词跟分词片语 不一样 甚至还可以用副词片语啊 其他插进去 东咖西插 还可以用各种片语 名词啊 副词片语 形容词片语啊 接系词片语一大堆 好那这样我们就大概了解 它句子为什么写那么长 我们再念一遍 这时候你就体会一下 这边才是开始主句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 这边刚上开话又讲一个 这叫接系词片语 by 它后面接名词或名词片 by the saint oh my god 这边我们就不把颜色标出来 你看 又有一个接系词 这个你看 用两个接系词 they are infused 他们吸入了 注入了 怪入了 什么东西 用with the breath of life 五个字 再用一个 by 接系词 也是五个字 真的搞了十个字 你看 所以接系词非常好用 这句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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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